一旦到位 二号也进攻 美国队拦网不错 还是后排再打 美国队拦了一下 第二下也准备接的时候 这个球还是出现了失误 现在双方也只有一分之差 日本队确实改变了这个打法呀 非常的明显 你看他的反击啊 基本都给后排 这样的话呢 因为美国队呢 可能在盯前排运动员当中啊 比较放在中东上 对 所以呢 对后排的话呢 队员的进攻呢 有一些放松 多漂亮 看来歇了一会儿 这个哈林福的这个扣球力量也足了 再加上两米的身高 这个是绝对的超手 现在美国队还是保持着两分的优势 漂亮 这个荒木费里香 在二号位这个跑动进攻是他的一个特长 而且从今天来看 得分还是比较多的 现在美国队换上来六号是达威斯 后排啊 加强一船 保证前排的进攻 现在美国队前排也是两点啊 但斯科的这点还是很有威力的 而且桑涛斯和他之间的配合还是很熟练的 每次传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点啊 现在比分是12比10 美国队仍然在阶上去有两分的优势 现在斯科特发球 这球篮得漂亮 美国队两名队员汤姆洛根和七号鲍文 后个正着 13比10 现在日本队请求了暂停 这一局美国队确实在网上对日本队呢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因为那日本队虽然改变了一些这个打法 但是话呢 他一团到位以后呢 他还是要坚持要打前排的进攻 到一团到位以后 他不可能再打后排进攻 像刚才这个球 高桥这个球 那么呢 球呢 传的呢 比较近 而对方的话呢 两名高大运动员 在他扣球之前 已经把球死死的罩住了 所以那高桥的话呢 在采取变线下 也非常困难了 看来美国呢 这一段的话呢 确实在网上呢 显示了自己的优势 日本队调整 立元会有点开往的强攻啊 起球多少有点犹豫 又想发力 又想清胆 结果美国队拦网成了 现在是十四比十 美国队拿到了 今天这场比赛的赛点 现在美国队发球的 仍然是二号斯科特 发直线 基本的打二号位 现在的电传 密元在扣 这车打成了 现在比分是十四比十一 日本队潜球换人 由四号大村 加奈子上 踢下了三号 如下加将 加强 拦网 接好球 再扣 这样三号哈尼图 在二号位 把球打成了 十五比十一 这样美国队就 获胜了决胜局 最后以三比二 战胜了日本队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